与杨伟相恋后,金丽就辞职在家,两年来一直悉心照料杨伟的饮食细菌。 就在金丽冲进着他们的未来时,一瓶女士香水搅乱了两人的生活。 在金丽看来,香水是情人之间才会送的礼物,而种种迹象似乎表明,男友杨伟和他的女客户王芳之间,不仅是生意合作这么简单。 今天,金丽活动王芳的男友东恒来到完美告白舞台,希望他们各自的感情归位。 那么,事实是否真如金丽猜测,男友杨伟和客户王芳通过香水传情答义,他们会来到现场接受金丽和东恒的告白吗? 你们俩谁去开门? 我们两个共同去开门吧,因为我来之前,我来之前有给他发过短信,我说如果说你今天不来的话,那他肯定跟那个女的有关系。 小伙子,你真准备一起吗?别人言,人云亦云了。 完了,他被绑架了。 接下来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局面。 基于第一次完美告白的舞台上,同时来两位所谓的自认为的受害者。 那接下来出来开门,如果不是两个人同时出来,你希望王芳还是杨伟? 我希望王芳先出来。 我希望他男朋友先出来,然后他们两个人把自己的事情解决好。 所以你看看,你们两个人表面上结盟来到这儿,真正面对问题都明哲保身,希望事儿别揽到我身上。 先把你们家的事儿解决了再说。 所以你们本身自己心目当中也不是很纯粹的。 对吗? 我只是希望。 再接下来我问你,不要狡辩了,姑娘。 再接下来问你,如果他们俩都不来,你们接下来怎么办?还是结盟吗? 那就说明我女朋友没必要为这件事情解释,就说明这件事情不存在。 我们不是说得好好的吗?在私底下。 单纯也有单纯的好,人家心宽,你也没什么说的,也有单纯的好。 你呢?如果他们俩都不来,你怎么办? 如果都不来的话,我还是希望我男朋友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 我给你们一个建议,好吧? 如果他们俩今天都不来,不代表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, 也不代表你们判断是错误的,都希望你们能够基于是对方的伴侣, 好好的跟他们沉下心来,谈一谈。 如果对方来了,你们各说各的,自己就说自己家的事,就别去指责别人, 好不好?而且情绪要稳定和冷静。 接下来让我们倒数五个数。 五,四,三,二,一,请按键。 谁会来到现场? 谢谢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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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男朋友来了,你们俩站那么拢,干什么? 来,你们俩站过来点,成吗? 那哥们儿啊,你就站那儿,站过来一点,好吧? 行,我知道你暂时孤单一下啊。 来吧 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杨维 来自吴北 今天来干什么知道吗 我已经很多次向他解释 他就是不听 如果今天他再是像这样的 狐角蛮缠 不讲道理 什么叫做我狐角蛮缠 是你自己一直在逃避这个问题好不好 而且我们两个在一起两来 你为什么从来就没有送过我香水 每个花都没有 我跟他就是客户 送香水很正常 你觉得有必要告诉你吗 客户有必要送香水吗 你可以告诉我 我都跟你说 你如果说不知道做什么礼物 你可以告诉我 让我来送 就我也是女孩子 送女山水你干嘛那么在意呢 有些东西 我就是在意 你怎么能送我女朋友香水呢